陳沛華里長為我們說幾句話 謝謝 各位來賓 記者媒體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居民 真的很感謝你們 剛剛我收到上面的消息 支持攬車的里長在上面打 吵吵鬧鬧 對我們來聽取環評審查的居民不客氣 大聲怒罵 我們一直陳情 陳情不能在這個地方蓋攬車 原因就是剛剛上訴的這些 T3跟T4塔柱就在我林泉裡 而且就在人口密集的地方 他的T3塔柱就在人家社區門口 T4塔柱在社區的帳頭 頭頂上面 所以這兩個塔柱會優先出事 出事我那邊的居民怎麼辦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我昨天想的一個陳情的意見 台北市政府創京市世界紀錄 將北投攬車蓋在人口密度高 道路又狹小的區域 不尊重當地居民的反對 日後因蓋攬車所造成的災難 要求北市府的行政人員 及同意興建的審查委員 均需負起行政責任或司法責任 不能因離開職位就無責任可言 那百姓的保障在哪裡 希望審查會不是被政府跟財團利用的一個旗子 一起犧牲北投多數居民的安全 北投的發展非常的快 房價現在已經50到70萬的建案非常的多 一般百姓買不起 光明路的店面 動搭十幾萬 北投公園周遭的店面生意頂費 如寵醫超商 麥當勞 肯德基 星巴克 米哥麵包店 還有其他小吃店 他們的生意都很好 那北投攬車會來北投 也是溫泉業者的造就 溫泉業者生意不好 不是因為沒有攬車而讓他生意不好 是因為季節的關係 夏天本來就是淡季 他們應該去研究怎麼去經營夏天的這個方式 而不是來蓋攬車 那至於北投其他區塊 觀光客會去消費嗎 觀光客會去我們市場二樓買雞買魚嗎 會去我們市場一樓買水果買青菜嗎 只怕會造成我們北投居民的交通大賭篩 人民的夢魘謝謝 好 我們現在成績想 另外我們北投居三樓